本视频包含 渐远、冲天、环绕、螺旋、彗星 视频回放及分享 注意,使用一键短片功能前 请确保飞行器处在Normal模式 在满足设置的距离范围内 请选择无障碍、无遮挡的开构环境飞行 不熟悉飞行轨迹时 请先尝试较小的飞行距离 将飞行器起飞至离地面2米以上 点击右侧拍照功能按钮 选择一键短片模式 渐远 选择渐远 同时选择飞行器最大渐远距离 手动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 成功选择目标后 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面朝目标一边后退一边上升 拍摄结束后 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冲天 选择冲天 选择冲天 同时设置飞行器最大冲天距离 手动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 成功选择目标后 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竖直向上飞行 拍摄结束后 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环绕 选择环绕 同时选择飞行器环绕方向 手动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 成功选择目标后 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以当前的距离为半径 按照设置方向环绕飞行一圈 并自动录像 螺旋 选择螺旋 同时选择飞行器最大飞行半径和绕行方向 手动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 成功选择目标后 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以当前与目标的距离为初始半径 参照黄金螺旋曲线上升且后退 环绕拍摄目标飞行一圈 拍摄结束后 飞行器将自动返回任务起点 彗星 选择彗星后 手动点击或框选拍摄目标 成功选择目标后 再点击Start按钮 飞行器将在一定范围内 渐变飞行的环绕半径 对目标进行拍摄 任务过程中 可在APP右侧点击X号图标 或短按摇控器的急停或智能反按按键 此时 飞行器将会退出一键短片拍摄 并自动原地悬停 需要注意 握住摇控器摇杆 也会导致一键短片中止 视频回放及分享 拍摄完成后 点击回放图标 可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预览 点击左下角的下载图标 可将原片或短片 导存至移动设备本地 点击右下角的切换按钮 可以切换浏览视频原片 和生成的短片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编辑图标 根据自己的喜好 对原片或短片进行创作 点击右上角的分享按钮 可轻松与好友分享精彩瞬间 以上是一键短片的教学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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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